最近金鸡奖提名名单提前释出 让网友直呼 主流奖项要自甘堕落成三流的济世感 挫字里面硬拔将军 差点以为要搬金扫帚 网友的比喻非常恰当 像黄泪做饭 上好的食材放着不用 端上桌的是一锅毒豆角 这回咱们就来看看 本届金鸡奖提名究竟是不是真的那么水 一 王一博载货提名 与沈腾雷家英提名 看到最佳男主提名的名单 总有一种果不其然的济世感 流量资人是不能少的 只不过以下几个人的名字出现在一起 真的有种足未会在高级黑的感觉 其中雷家英凭借第20条 入围最佳男主并不意外 毕竟这几年雷家英一直口碑不错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成绩在终生代里都是一期绝尘的 况且他与张一谋多次合作 在第20条中的表现无庸置疑 沈腾凭借非是人生二入围 自然也是情历之中 作为内地的喜剧一哥 就算频繁参加综艺 都完全无法影响他的观众员 非是人生二大多也是靠他撑起来的 然而沈腾还真未必能当选 众所周知 喜剧演员在圈内不太受资本的重视 而且沈腾曾几何时 也在电影圈大奖中喜提入围 而在最后他竟然领票挫败 简直就是在侮辱人 林宝宜作为老牌港星也就不说了 国民度和演技都足够有分量 同时还表现出了奖项的包容性 大概率不会在内地封神 其实彭玉畅作为青年演员当选 观众也不是不能接受 毕竟他已经得到了金马大奖的认可 而且我们一起摇太阳中 这歌的演技着实不错 还斩获了没那么有分量的 金鹿奖最佳男主 在天花板级大奖中 成为年轻演员的榜样也还行 毕竟他上戏毕业 可搬出身 不是靠颜值吃饭的 而最受争议的当然还是王毅博 上次他凭借无名 就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配的提名 当时他是二番 梁朝伟成为当之无愧的影帝 这次他又凭借热烈与影帝并肩 要知道在这部电影里 他可是二番 注意电视剧的二番 和电影的二番分量还不一样 电影要在两个小时里 迅速获得观众的青睐 一番尤为重要 客观来讲 其实热烈中 王毅博的表现还真可以 没有拖后腿 但与黄博相比大家自有评价 二 赵丽颖有希望拿下金鸡 玛丽要成影后了 如今最风光的明星赵丽颖无疑 这次凭借乔妍的心事 与心之类共同参加东京电影节红毯 果然小赵轻衣不出场 已经亮相光彩照人 这次赵丽颖更是入围了金鸡奖最佳女配 术师是剧圈影圈两手抓 你别说这一届最佳女配的竞争 倒是比较激烈 其中徐帆 刘丹还有月红的国民度都极高 还是老戏骨 然而从对电影的加持来看 还是赵丽颖更生一筹 虽然第20条中女演员的范围 让观众有些不满 但毋庸置疑的是 前期确实还是靠赵丽颖的片段 做大量宣传 而且影片里 赵丽颖的表演全程在线 人设也非常高光 靠第20条能拿下女配不是男士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今年最佳女主的提名名单中 似乎玛丽的生算还是最大的 李更熙和张子峰两位小花就不说了 或许以后能成为青年演员的 中流砥柱 而周美军也只有20岁 甚至还没拍过几部电影 葛赵美是老戏骨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部一番电影 即使拍了几部电视剧 也是寂寂无名的小配角 还有佳华草 甚至官方词条连个照片都没有 演艺经历就这么一部电影 显然这大奖似乎就是为玛丽准备的 好了 姐可以收拾收拾声咖了 后面还有一番大女主电影 看来资源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了 值得一提的是 最佳男配角的提名倒是有些合理 其中范澄澄已经成为奖项中流量的标配了 而白客和王霄的演技确实不错 这几年知名度打开了 在刀刀看来 或许王传军的获奖几率更大 毕竟孤注一掷的爆火 王传军真的是最大的功臣 阵容水的步行 宣传完全靠王传军顶起来了 当然 电影整体质量不错 论演技王传军是最大看点 不得不说 这几届紧急奖的入围名单对比 真让观众有一种内于没人了的感受 这两年明明有很多不错的电影 可提名名单中竟然有这么多 观众都不认识的演员 其中还有流量明星凑数 这质量真让人堪忧 几十亿的电影也有几部 在寒冬也不至于寒到这种地步吧 比如口碑票房 艰巨的涉过愤怒的海 河边的错误 草木人间 全调题 名单里查无此片 不是说王一博 彭于唱 李更熙 张子峰 这些小碑演的差 是被金金笼络的遗珠更出彩 尤其贾龄的热辣滚烫 都等顶热搜 千万吃瓜群众里 一半一难评 一半看笑话 晚熙在电影明明很优秀 口碑炸裂 潮三十亿的票房就是豪横 甚至走出国门 被索尼买断全球发行权 成功打入海外 反响如电影明般热辣滚烫 已经上映做无虚席的趋势 都能跟好莱坞电影摆摆手腕 这波强势的文化输出 真牛大发 再说电影利益 强调做自己爱自己 要为自己赢一次的励志 演技更富裕故事灵魂 前后想花了个人 又包受百金的视觉冲击感 也有眼神细微的转变 胖使温吞色缩 瘦使明亮有光 胖使翻个身都费劲 瘦使体态轻盈 带起拳套肩不可摧 恨而不凶 不说拍得最精巧 起码是最真诚的 拍电影千万条路 贾琳一枪热忱地 选了一条最难的路 一年的应退 一年奇迹般的蜕变 一场谁见都震惊的影视器官 导演奖或演员奖 给个提名无可辩驳 现实是百花奖不理 紧急奖不踩 完全查无此片的尴尬处境 莫非得罪哪方资本 被刻意抬挤 就像某杂志排版的导演专题 唯一女导演贾琳 被塞在书缝奈吉角嘎拉 意图明显 不理解的网友如是说 陈道明一言可抚慰一难评 所有的奖 含金量未必多高 演员夭有自觉 得奖并不重要 另播网友则看笑话 应景地搬出金鸡奖 官方曾曝光的评奖方针 六亲不认 只认作品 就是拍得不行 连分镜头都一比一复刻原版的翻拍片 且讨巧地用上爆款套路母版 一个简单的故事 加一个拿捏所有观众的情绪高潮点 魅血艺术被树枝高阁 看完是有感触的 但没什么可回味的 拍得是电影 却有种私不相感 既像傻包袱都往里塞的家常版小品 又像一部经历打击 剖析自己后觉醒改编的纪录片 预言故事般简单 缺少有爆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感 全盘弹开给观众看 寻思大家都最想看蜕变部分 结果压缩到五分钟 潦草带过 想把力一拔高 导演的功底却差了点火后 正其境 结尾他一下灭了 术师是高高拿起轻轻放下了 最诟病的是贾玲的病毒式营销 铺天盖地 无孔不入 电影上映前 哪怕网络插进的山沟沟里 都流传着贾玲要受100斤的预告 把好奇心高高掉起 就为了从裤兜里狂获张票钱 都这般做 却打死不承认 每每露面都强调电影与减肥无关 可姿势至终都在拿减肥营销 足够证明影片本身质量的雷弱 现在的导演剑与龙混杂 也没啥门槛 只要能拉来投资 谁都能拍不愿现 没有剧本 那就剪现成的翻拍 没有音实力 那就砸钱营销 能骗一个是一个 把一地鸡毛煽动起来 华丽胡哨的漫天飞舞 情绪一过 还是一地鸡毛 拍两部 两部爆款 导演电影票房破百亿 就差灵门一脚 既知是条欲满天下的名路 为何不走 三伙大碗娱乐 专注内容创作 第三部导演作品就要出炉 也别再替贾琳惋惜了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咋能寄要优样 有了超高票房 还要主流大奖家奖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两头战权 导演 懸眉 没 voilà